正因我是个人 凡是合乎人性的东西 我才觉得亲切 东京奥运会刚刚结束两月有余 要论在赛场上怒刷了一波 存在感的中国见儿都有谁 除了一位位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风姿冲然的奥运冠军们 亚洲第一飞人苏炳天也一定是榜上有名 虽然他并没有获得奥运金牌 但仅凭他能够代表中国 代表亚洲 站上100米短跑决赛的舞台 并且以9秒83的惊人成绩 再一次刷新记录 创造历史这一世纪 就已然当得起国民英雄这四个字了 而当英雄一锦还乡之时 当然需要一些实际行动 来回报一下自己多年的努力 和今朝的凯旋 在中国怎样的事儿才称得上是大事儿 那无疑是新婚 德子 祭祖 以及乔迁 而苏神这次回来 四件大事儿他可就做了俩 当然其余两件也早已实现 可谁曾像 就在他忙着乔迁祭祖 洗去一身尘埃迈向崭新未来的当口 却又发生了一件毫无下座基线 却喷拔油也令林迁亮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苏炳天的商标被人抢占了 这一系列事件的过程究竟是怎样的呢 且听我慢慢与你道来 2021年10月13日 有细心的媒体发现 多日未露面的亚洲飞人苏炳天 回到了他出生长大的家乡广东中山苏市宗祠 祭拜祖先 从媒体发布在公众平台上的视频来看 此次祭祖活动可算是开展地相当盛大和热闹 当地的村民热情款待 各级领导 村委 还有祖祠会长 理事 工作人员 以及家属们都一同参加 并且苏市宗祠还特立为苏炳天 专门打开了祖祠的中门 而咱们要知道 在中国传统礼仪习俗中 开中门可是对高中的状元郎 才能开设的规格 而依井还乡的亚洲飞人苏炳天 之所以亦能够得到这样隆重的欢迎 一定证明了 他在相亲父老们心中 非常重量级的地位 这次在参加东京奥运会的时候 我通过互联网 看到了咱们所有的村民 都在一起为我加油呐喊 这真的让我十分感动 也非常感谢大家 亦让我觉得我在赛场上 不仅仅是代表了苏炳天这个人 而是代表着全中国 代表了我的所有相亲父老 十分真诚的发言过后 苏炳天还自费 为村中55岁以上的老人 每人发了100块人民币的红包 总计1651人 花费了16.51万元 从苏神真诚的行动中 咱们亦能看出他对于家乡 怀有着怎样浓烈 而无法割舍的情感 原本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 但却被一些好事的网友 及键盘侠们 将事单拎出来 毫无下限的调侃与讽刺 对苏炳天进行 没有任何道理可言的道德绑架 他们认为业界名人赚得盆满锅满 就应该多捐钱 美其名曰为社会多做贡献 却也不照照镜子 看看自己是否有别人做得那样好 而好在这出网上炸开锅的闹剧 对苏神而言却好像并没有多大的影响 这不 人家祭祖之后 又开始为接下来的乔迁做好了准备 就在前几天 业界知名的设计师潘悦 在其社交账户上发布了一组照片 而照片的主角 正是咱们的亚洲飞人 苏神 苏炳天 当然还有他有带设计和装修的新房 在潘悦透露的信息中 提到苏炳天已经在广州购买了此套房屋 且马上就会着手装修 而这组图片 开设的就证实他带着妻子 一起来到新房 与设计师共同探讨交流房屋装修是遗食的情景 从上文中咱们可以得知 苏炳天是广东中山人 但其实自从他结婚之后 以及为了更方便于自己日常的训练 就已经定居在了广州 再加上他的儿子也正好在济南大学幼儿园上学 便一并将自己的生活和家人都安定在了这里 然而很长一段时间 苏神夫妻俩都还是住在旧房中 直到2021 这个令他的运动生涯开始腾飞的一年 他才开始计划要乔迁新居 亦是为了更稳定的生活 同时当然也可算是为未来讨一个好彩头 不过新房刚刚开始设计 还未真正施工装修 苏神便已经给设计师潘悦提出了一个难题 那就是自己有98.3双跑鞋 该如何收纳才好呢 虽然这98.3的数字 只是一个与奥运会成绩相互呼应的玩笑话 可作为亚洲非人而言 苏神的跑鞋数量也一定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量 所以对于设计师来说 要特地设计一处能够满足收纳 又充满设计感的跑鞋放之处 确实也算是颇有难度 那么具体设计成果如何 就近代佳音苏神的新房装修完毕吧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在苏炳天一家正如火如荼 准备着乔迁新家的同时 在与知不远的深圳 却发生了一件令人大跌眼镜 甚至啼笑皆非的事 那就是与知名的台林电动车所关联的公司 深圳台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被新增了一则行政处罚信息 咱们从天眼查APP中就可以看到显示 其内容是 涉事当事人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注册了 以天神下凡四字为名的商标 而所有人都知道 天神二字是一个在网络上 极其具有热度的词条 特指苏神苏炳天 所以台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为经本人许可 恶意抢助商标的行为 已经触犯了法律 因此才被立案查处 通过这则报道 无疑也非常真实地为咱们展现了 在资本控制市场的今天 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 可以做出多么没有下限的事 一边是回乡慰问乡亲们 亲力亲为自费捐款回报家乡的苏炳天 一边是抓准时机逮住热度 恶意枪战商标的台林集团 还有那些冷嘲热讽 毫无下限的可悲键盘侠 相较之下 高下立判 就像曾有人说 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伟大还是卑劣 你想要过上怎样的生活 幸福还是不安 他们与你说的话无关 只在于你的行动和选择